歡迎來到小哥播報 看見到更看門到 我是代辦播報員 暗主哥 本集回顧美國獨立聯盟 胡國碼頭全隊的楊代剛 7月至今的安打擊 包括市場出賽兩轟的精彩表現 7月9日4G下半 一出局一二雷有人 敵對投手TravelSIMS 最高層級成到小聯盟2A 兩好一壞這顆近紅中訴求塞進來 楊代剛沒有犯過 用擅長的反方向攻擊 打成終於外野落地的強勁平飛一雷安打 打回二雷跑者近仗一分打點 這隻安打讓當時楊代剛 連續六場比賽出現安打 從6月以來楊代剛89打速 擊出21隻安打 打擊率2x36 差不多就是一場穩定一隻安打的節奏 同場比賽六局下半 投手還是TravelSIMS 這是對頭到位外角地位之訴求 一樣果斷出手 反方向推打進攻 少數優外野平飛安打 楊代剛6月打擊開始逐漸有起色 原因之一應該是他終於找到 適合自己擊球前抬腿姿勢有關 終於穩定下來 也就是這種跟著投手投球節奏 調整抬腿快慢的姿勢 7月15日敵對投手Matt Harman 最高層級到小聯盟高階EA 楊代剛看出對手 積極進攻他內角高位置之後 設定好拉打策略 一路纏鬥到第六球 把一顆肚子高度速球 拉打扎實咬中 形成三壘變線 車步變二雷安打 並幫助隊友推進到三壘 後續也有回來得分 7月19日的比賽之前 楊代剛特別在IGPO出 感謝他的前隊友 秘錦佳南從日本寄給他多支球棒支援 也看得出來楊代剛手上拿的球棒 已經從之前的紅色球棒換成白色球棒 看來是已經更新裝備 二局下半敵對頭手是Ben Allison 只有獨立聯盟的資歷 普手安耗是一顆滑球 掉到中間膝蓋高位置 不算很明顯的勢頭 但楊代剛相當漂亮到位的 抓到球路下墜的時機點 大綁一揮反方向攻擊紮實咬中 楊腳也完全到位 球一路飛向中右外大槍 楊代剛球季第三空出入則是一發兩分彈 楊代剛球季第16分打臉近仗 7月21日的比賽七局下半 敵對低尖側頭投手Jack Anderson 最高層級到小聯盟高階EA 一顆一路往外角飄逸的滑球 楊代剛先手撈到 打向中路空檔 讓有機手花比較長時間才攔到球 傳一壘時已經是相當接近的play 但一壘手接球已經偏離了壘包 直接記一支內野安打 本季楊代剛靠著快腿已經跑出不少內野安打 7月22日起局下半 楊代剛手上拿的也是白色9棒 敵對頭手Steven Moore 最高層級到小聯盟低階EA 本季在獨立聯盟表現相當優異 試著分率不到1 一開始高位置訴求 搭配高位置滑球的共軌組合 馬上讓楊代剛揮空了2棒 球數絕對落後 再選掉一顆偏內角滑球 7 innings 接著切回訴求製造速差改變軌跡 加上走在並不好攻擊的外角肚子高位置 但看得出來楊代剛狀況真的是越來越好 球看得清楚打擊手感也好 同個打擊調整的野快 這顆外角高調速球 他照樣用他擅長的反方向攻擊 扎扎實實的咬中 咬到他就知道有了 原地來了一個帥氣的霸氣水棒 小白球畫出帥氣的弧線 直接衝過右外野大翔 形成楊春炮 本季第四轟出爐 也是市場出賽內的第二轟 這球相當快就飛出去 代表極球出速快 楊角又平 也凸顯35歲的楊代剛狀況依舊保持得不錯 當然也不排除時來自日本 秘境加南的友情力量有加成作用